好这个0403强震后全线百工百业是积极重整旗鼓 那么南区玉璃镇以及台东长冰箱一群返乡创业的青年店家 13号周末自发信共组仁山人海市集的活动 提供了暑期亲子休闲活动的同时 也刺激了地方的消费经济 获得热链回响之后呢 仁山人海制造所决定 8月17号将移师到台东长冰箱来举办 也串联花东山海特色的产业 提振正后低迷的旅游产业 花东纵骨闷热高温不退 玉璃镇红桥地标下的仁山人海市集 大人小孩空头摇打水仗 欣赏烟火秀清凉过周末 花莲南区的玉璃镇与台东长冰箱 这一群返乡创业的青年店家要告诉大家 东台湾中区段没有被地震击垮 一切安好 今天表演就是打青子 对 跟一起互动的 的确现在还蛮多的幸福 好 很棒的 其实就是一个很温馨的一个市集 然后它就是融合 就是有点像是 玉璃的大家结合在一起 然后给每一个这种创业的一个平台 然后就是让他们去展现他们的所长 我觉得很棒 我觉得这个环境其实我觉得特别的好 因为看得到山 看得到田野 然后也有很著名的一个地标在这边 我修它之后能够越来越大 越来越好 4月份以来 强政落实灾情影响花莲观光 更有不少知名老店宣布歇业止损 但花莲鲜玉璃镇众多店家品牌反其道而行 串联 纵谷与台东长滨等海岸线超过20间品牌 主动发起这一场市集活动 吸引破清人次来参加 相当支持青年行动的先议员 林玉芬也高度肯定 我非常感动就是人山人海的这个策划跟构想 除了跟青龙还有我们的青年会结合之外 也带动我们很多亲子的活动 这个是让我非常感觉到非常温馨 感觉都非常好 那也很多人来参加 也很多人来购买 也让这个市集也非常有声有色 我觉得这个未来我们会希望能够多多的来支持 这样的一个活动的伴侣 人山人海市集活动主要灵魂人物有深夜故事餐酒馆 惊喜柠檬社 翁翁私储 九日良田工作坊 他们希望以众古山人与东海岸海人 用市集品牌的方式一同创造不同的生活体验 因为403以后 其实我们这个花东这个地方的观光客减少 很多的店家开始慢慢的倒闭 那我们希望透过市集的方式重新找回这个活力 那因为靠我们这样我们的团队这样子去筹划这个人山人海的话 产业活动 这样的好康 人山人海制造所表示 不能只有众古独享 8月17号第二天次市集活动 将会整个移师到长冰箱 邀请大家一起来感受东海岸太平洋的魅力 记者是玉兰玉理阵采访报导